吊吐三窟,战国时,齐国孟长军的门下有一个叫冯轩的时刻,他带孟长军到薛帝收租回来的时候,孟长军问他,先生那么快就把所有的欠租都收回来了吗? 全部都收妥了。 那么你替我买了什么回来呢? 您不是说过要买一些家里欠缺的东西吗?依我看,您的家里什么都有,就是欠缺了义,所以我自作主张给您买了义回来。 孟长军听了后感到很疑惑,买义? 对,我在薛帝当众把所有欠租的单据都烧了,那里的居民个个都称颂您,爱民如子,仁义可风。 孟长军无可奈何,只好说,算了吧,后来齐王免去孟长军的官职,他只好到薛帝居住。 原来你当日为我买地,是有这个用处。 狡猾的兔子会为自己准备三个藏身的窝,那样才可以避过一些杀身之祸。 现在,您虽然拥有薛帝这个藏身的地方,但是还不能高枕无忧。 请让我为您多准备两个藏身的地方吧。 经过冯玄的部署,先有梁王再三派遣使节来礼聘孟长军做国相,后来齐王听到消息后,也来请孟长军回国做国相,还答应孟长军的要求,在薛帝建立了宗庙。 结果,孟长军就会齐国做了数十年的国相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不论